全球主要飞机制造商之一波音公司 今年以来接二连三发生事故 引发公共信任危机 为了挽救不断下降的声誉 波音公司星期三宣布委任资深航空工程师 奥特伯格出任首席执行员 取代即将卸任的加尔霍恩 本月五号 本月八号就走马上任 由于今年以来波音客机发生 内潜时应急门脱落 引擎失货 轮胎掉落 冲出跑道以及机翼受损等等事故 这家飞机制造商因此受到来自美国监管机构 航空公司和国会等各方面的压力 林威寿命的奥特伯格上任首要任务 就是挽救波音公司岌岌可危的质量信誉危机 波音公司31号最新财报显示 公司第二季营收为169亿美元 低于市场预期的172亿美元 亏损却高于市场预期达到14亿美元 波音总裁证表示 波音公司第二季持续大花现金43亿美元 第三季预计会消耗更多的钱 命约015亿美元